第1184集 好像早有预料 郭轩拿起一份文件 继续道 关于方平部长 也许大家有些了解 不过了解的 多是方平部长在华国之表现 方平部长 获得各位绝点领袖认可 并非只是天赋出众 实力出众 方平部长 从09年 进入地固参与战争开始 立下无数大功 天南地窟一战 紫禁地窟一战 魔都地窟一战 华国百年来 战国最辉煌的三次战役 皆是方部长一力主导 带领华国各部 战胜地窟强者 获得辉煌战果 方部长这几年 斩杀九品镜强敌数十 七八品镜强敌数以百计 郭轩不断介绍方平的履历 开始为方平造势 之前方平名气很大 可在很多人眼中 方平名气大 在于他天赋强 实力进步快 至于功勋战绩 知道的人没几个 也是到了这一刻 众人才知晓 那个年轻的部长 这几年居然干下了 这么多的大事 郭轩还在继续 方部长此次也参与了能量复苏计划 据前线情报 方部长这次战功捉住 率领人类一方取得了无比辉煌的战果 具体情报还没有传回 不过据已知情报 方部长在地窟 率领人类 斩杀九品强敌进前 此乃人类不适之功 我相信 在方部长的主导下 未来人类对地窟战役 一定会连战连胜 驱逐强敌 斩握人类之威 郭轩说完 不再开口 老人开始继续 如同闲谈 聊起了武道修炼之事 也聊起了民生事宜 让一些不能修炼的普通民众 安心工作 维护社会稳定 人类局势大好 大家放心便可 老人和几位强者 都很从容淡定 如此三番 有些焦躁的气氛 渐渐散去 同一时间 各国政府都在安抚民众 地球一方 在这样的动荡下 却是第一个 恢复平稳的势力 而过渡 也在潜移默化中进行 未来两三年 张涛众人未必会出现 人类需要一个新的脊梁骨 而方平 是张涛选定的接班人 此刻的民众 还没想到 那些强者会很久不出现 还在消化这些消息 一时半会儿的 也没想那么多 就在各国安抚民众的时候 京都地窟 一片狼藉 一个活人都没看到 方平四人 走在近乎毁灭的地窟中 一时间也是心绪起伏 这一战 死了多少人 强者死了那么多 可死去的八九品更多 而普通地窟人类 更是多得不可胜数 偌大的京都地窟 和华国交战了近百年 一直没能覆灭 今日 确实成为池鱼 在多位强者爆发的情况下 几乎彻底被灭绝 战争 姚成军叹息 接着感慨道 这样的战争 还要持续一些年 到最后 也不知有几人能活 若今地窟和地窟 没有打破壁垒 战争爆发 都限制在了地窟中 一旦戒笔破碎 戒至在京都地窟的这一战 也许会让人类 死亡千万 甚至一万人 我更担心 戒笔破碎 荆棘海输清地窟 那时候麻烦更大 姚成军有些忧虑 现在的荆棘海 只是在地窟中 一旦天人戒笔破碎 荆棘海恐怕会 蔓延到人类世界 到了那时候 危险就更大了 未来的事 未来再说 方平不想多说这个话题 看向京都地窟 覆灭的几座王城 笑道 京都这边 还有不少旷卖存在 回去了 让人来收拾战场 这算是白捡的 如此一来 摩都 京都 紫禁 天南 四大地窟都算是平定了 华国开启的二四条通道 现在需要防守的只有二十条 不知道解答天外天 这次有没有彻底覆灭 他说着 李寒松闷声道 你还要和这些天外天合作 方平平静道 老张临走的时候告诉我 能忍就忍 这次玄冥天帝几家的帝尊 虽然想出手 可最终还是没有出手 既然如此 那就可以合作 我要借用他们的力量 帮我们守住人类世界 除了他们六家 还有玄德洞天可以合作 维玉山这边 方平顿了顿道 维玉山 与隆天两家的帝尊 也没出手 青铜帝尊出手几次 也未针对人类 这两家也可以拉拢 刚好 他们的帝尊离去 真神也走了一些 现在还有没有真神作证 暂且不知 我和江奎玉须子 在王战之地 也算是同袍 谈谈合作无妨 如此一来 九家可以合作 最好能帮我们 守住九条通道 这样下来 华国自身只需要 守住十一条通道即可 四步四伏 各阵一条 阵兴城阵压一条 剩下的两条 交给各方 方平说的有条不紊 王金阳微微挑眉道 你这时候倒是不冲动了 每逢大事 毕竟请 方平淡然 接着忽然面目争吟道 不过 等着吧 这次罗浮山 霍铜山 徐灵动天这几家 最好祈祷有真神作证 还不是一位 要不然 灭定了他们 这三大帝尊最后关头出手 挡住了张涛 让人类出现了多位决点死伤 至于天外天的帝尊 方平现在很难找到他们的入口 可界域之地跑不了啊 如今方平自身实力超越九品 虽然不如真神 可他未必没办法斩杀真神 当然 这时候不适合出手 一旦引起各方警惕 只会让他们迅速团结起来 方平已经盘算着 暗中制造点混乱出来 让各方继续乱下去 乱了 这三界才会成为人类主导的三界 走 去找找有没有什么有用的东西 天黑之前 撤离地窟 回归地球 方平加速 该回地球了 今日后三界局势大变 再也不是之前的三界了 满目疮痍 这就是此刻的亡战之地 虚空裂缝纵横 地面消失 方平几人不得不服空 因为无地落脚 哪怕到了现在 这地方也是能量纵横 余波还未消散 在这地方 战死的强者太多了 方平几人一直往下落 虚空中一些金色血液 骨骼在漂浮 李寒松看了一会儿 低声道 这次哪些人战死了 他们后来虽然看到了一些活下来的人 可具体哪些人战死了 还真不是太清楚 有些人 他们其实也不认识 振兴城这边 苏老祖 刘老祖 周老祖三位战死 其他人都是重伤 方平闷声说了一句 苏家老祖是戎道了 另外两位是真的战死了 古佛圣地 第一古佛 第三古佛 第七古佛战死了 诸神世界 太阳神 海神 火神战死了 这一战 人类加上张涛 镇天王 吴川 孔令元 总共是五十六位决颠镜 这也是人类全部积累 这还是这两年 华国多出了南云岳 陈耀祖 张卫宇 吴川 孔令元五位决颠 要不然人更少 而这一战 战死了足足十六位决颠镜 剩下的四十位 最后能活多少 方平也不知道 进去的时候 他们都重伤了 方平连不灭物质 都没时间给 他刚清醒 张涛就不得不带人 进入其中 十六位 几人再度沉默 听起来好像不多 比起地窟的损失 好像不值一提 可这些人类强者 守护地球 少则都有三百年 一战云落十多位 哪怕不认识 众人也是心中酸涩 方平很快探手 抓住一枚储物剑 恢复正常 笑道 别想了 过去了 等老张他们回来 我们人类再出一百六十位决颠 吓死他们 一百六十位 几人苦笑 你真敢说 几人继续探索 很快又发现了几枚没被毁灭的储物剑 一些残破的兵器铠甲 遗骸不多 到了绝颠井 战死的几乎都没这些东西留下 很快 方平找到了几块暗淡的碎骨 感受到其中的气息 方平默默收起 这是那位刘家老祖的 也是早早战死的绝颠之一 刘家 他不算太熟悉 双方也没什么接触 镇兴城的绝颠 方平熟悉的旧战王 哪怕两位镇首使 也谈不上熟悉 陈耀祖倒是关系不错 不过这一战 这位绝颠都汗不畏死 刘家老祖临死之前 疯狂冲向一位真王自爆 方平还是看在了眼里 想到这儿 方平低沉道 沈镇兽 恐怕未必能撑住了 他没记错的话 最后关头 沈浩天是被人 背着冲进去的 到了绝颠这境界 到了这地步 几乎可以宣告死亡了 尤其是门后的世界 并不安全 两位开创了新武的决颠 陈家老祖这次还好点 和陈耀祖并肩作战 毕竟是父子 联手起来 哪怕实力都不算强 彼此也有个照应 沈浩天 可没儿子成决颠呢 王金阳吸了一口气 恢复笑容道 不谈这些了 搞不好明天他们全省而归 现在快点搜罗宝物 可惜命王那边的储物界 我们没拿到 命王被杀 死的时候张涛就爆发了 事后极为混乱 命王失神炸裂 有没有储物界 遗留不清楚 就算有 恐怕也被别人夺走了 作为四大王庭当中 一大王庭的控制者 命王要说没好东西 他们都不信 众人都不再说话 大概过了一个小时 方平几人搜索结束 这地方不知道是不是被人搜过 死去的真王和绝颠都不少 可最终拿到手的储物界 只有六枚 真王和绝颠应该都有的 就算毁灭了一些 也不至于这么少 何况老张杀人杀得极快 月灵也是 不至于被毁了 可能是一些人临走的时候 顺手拿走了那些东西 几人搜索了一番 刚要离去 这时候一群人感到 灵霄 不只是灵霄 还有不少王无山强者 包括一位真神 王无山留守的真神 对方也赶来了 深不可测的黑暗徐公主 灵霄看向方平几人 没有了嬉皮笑脸 沉生道 方平 我师尊和师祖他们呢 方平看了他一眼 又看了看那位女性真神 给她的感觉很强 月灵帝尊和青莲帝尊 他们进了天坟 去夺取九皇四帝国了 方平说着 又道 临走之前 月灵帝尊嘱咐我三件事 第一 将皇子遗骸送回王无山 这一点 我会紧离去做 因为那位皇子 现在好像遗骸已经被毁坏 第二 让我告诉你们 避灭神教 第三 剿灭尾巢愚孽 方平平静一场 缓缓道 就这三件事 既然遇到了 那我就告诉你们一声 天坟在他们进入后 自动消失了 别问我在哪 之前爆发大战的地方 你们应该可以感应到 不信就去找找看 反正我是找不到的 三件事都是合情合力 符合月灵性格的 杀神教徒 灵霄他们当时在王战之地还没走 看到了青莲帝尊他们对神教徒出手 剿灭尾巢愚孽 也就是帝窟一方 他们都是帝皇神朝的愚孽 也可以理解 月灵帝尊从不认为帝皇神朝是帝皇开创 和王乌山无关 方平忽然想到了什么 又到 啊 忘了说了 月灵帝尊还说 欠我三个人同 他要是短时间内回不来 让我找你们 记住了 真神的人头 灵霄 当时你在这儿 你知道的 这是月灵帝尊亲口答应的 王乌那位真神看向灵霄 灵霄皱眉 轻轻点头道 师祖说过这话 可说的是皇子遗憾 方平淡淡道 我说了 这是月灵帝尊第一个条件 等我送归遗憾 你们再交上三个人头也不迟 不过说好了 我送归遗憾 你们就得送上三位真王的人头 月灵帝尊都不曾毁诺 你们若是毁诺 那随意你们 灵霄再次皱眉 毁诺 月灵帝尊就是王乌山的天 他答应的事既然知道了 而且他们当时就在场 就不存在毁诺一说 也没人敢 可三位真神 他们现在就一位真神坐镇 怎么去杀 何况地窟现在能找到三位真选吗 方平见状笑道 当然 如果你们觉得为难 我们可以改换一下方式 协助我们击杀三位真神级强者 我也算月灵帝尊 完成了承诺 等师尊他们回归 灵霄都没说完 方平不客气地打断道 那你等吧 镇天王临走的时候 说了 天坟开启关闭 再想开启 没有一两年都不行 一两年 灵霄再次凝眉 这么长时间 其实不算长 对他们而言一两年罢 可这一次 师尊师祖 他们刚出山就消失了 现在王屋一脉也是强者消失 留下一位真神级强者 以及他这位 从真神跌境的武者 这让灵霄缺乏一些安全感 这时候 那位女性真神开口道 你先将与皇子的遗孩 送归往屋 方平瞥了他一眼 淡淡道 你确定 不说现在不在我这 就算在 我送回去了 你有这个资格 安葬 还是祭拜 月灵帝尊不在 你敢随意处置 我说了 等一段时间 月灵帝尊快出来了 那个时候送回去 你们才能安心一些 要不然 哪天有人攻破了王屋 毁坏了皇子遗孩 你们都等死吧 女真神大怒 方平却是沉身喝道 少跟我装大 月灵帝尊对我都是极为客气 我送回遗孩 那就是你们王屋一脉的恩人 再跟我拿大 我唯一的要求 就是让月灵帝尊斩杀了你 你猜结果如何 此话一出 这位真神身体 微微一颤 声音消失 我说你能不能让月灵帝尊快出来了 我说你能不能让月灵帝尊快出来了 你能不能让月灵帝尊快出来了